有一种爱不能在一起,只能一生牵挂 关于爱情,有的人认为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圆满地解决 但这只是理想中的爱情 实际上有些事情注定没办法相守 有些爱人注定不能相伴一生,只能成为一生的牵挂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明白一件事情 太爱一个人最后的结局往往都不会太好 因为太爱一个人就会不顾一切地为对方付出 也会想要得到对方更多的回报 这种爱太过用力,反而显得脆弱 一有裂缝就会让对方受伤 越亲近的人越会对其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 期望的太多了,得不到的时候就会心死 所以这样的爱情注定不能在一起,只能一生牵挂 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两个人的错过而惋惜 祝福对方能够幸福 爱情容易使人盲目 很多人都会在付出的路上忘记了自己谈恋爱的初心 付出的太多而对方回应的不够时,就会让人觉得对方不够爱自己 觉得自己爱的卑微可笑 其实不是对方不够爱你了,而是你爱的太深,爱的太多 你的不顾一切的浓烈爱情,往往给对方带来的是困扰,而不是幸福感 你越是爱的深,对方越会觉得和你在一起是一种束缚 因为当你在付出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得到回报 可是爱情从来都不是你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同等的回应的 你越是期待对方对你的爱情给出回报,你就会越感到失望 这种循环会让你心复合过重,最后崩溃 所以那些平稳长久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炙热 而是细水长流顺其自然的幸福 造侠和李亮是一对恩爱的恋人 两个人自大学初始,就因为一时浪漫的相逢而坠入爱情 两个人的爱情轰轰烈烈,让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羡慕 李亮非常照顾造侠,总想把最好的给他,精心为他创造惊喜 毕业后两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变成了异地恋 造侠也为李亮放弃了自己原本的工作,去他城市陪伴他 两个人激发着幸福的未来,但是出乎意料的,他们俩最后还是分手了 因为造侠觉得,李亮越来越不重视自己,对待自己越来越不用心 而他还全心全意的付出,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再加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造侠和李亮的心理隔阂越来越深,最终爆发了 造侠最后回到了家乡,彻底和他的爱情告别 但那段感情将会是两个人心里最深的痛 就算隔了多年,在朋友那里听到对方的名字,心也会控制不住的一跳 所以说有些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只能一生牵挂 人总是贪心的,对于爱情更是希望得到更多 可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希望变失望,对爱情越来越失望 就算心里再放不下,也会因为心死而选择离开 太相爱的人,往往会对爱情和对方要求的更多 所以这种爱,只能放在回忆里了 即使爱一个人并不是需要你付出全部的自己 更不需要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对方身上 你爱得越深,就会把对方逼得越紧 到最后这段本来让你觉得幸福的感情 会让你觉得很累,会让对方觉得很压抑,没有自由 所以若爱情有十分的话,用七分去爱对方,留三分给自己吧 感谢观看